这个故事还真就没啥天理了 拼命的想要去拯救一架飞机 没有任何效果 反而是放弃掉它 弹射逃生之后 人家还自己恢复了过来 居然最后就稳稳的降落了 是的 在没有人控制的情况下 自己降落的 而且还是发生在1970年2月2日 一架古老的F106身上 当天驾驶它的飞行员是加里夫斯特 他从蒙塔拉州的马姆斯特罗姆空军基地起飞 和另外两架飞机一起执行一次常规的对抗训练 可能是极高人胆的 那对抗的动作呢 都是怎么刺激减怎么的来 可结果啊 火儿大了 在一次机动之后 福斯特的F106陷入了失速平旋状态 这是极其难以恢复的 事实上呢 福斯特的确做了大量的尝试 也仍然无法制止飞机快速的就追向地面 他甚至呢 还将减速伞都给释放了出来 也徒劳无功嘛 最后的选择 只能是放弃掉这家注定要坠毁的飞机 弹射逃生了 此时的高度啊 4600米 结果 谁也不可能想得到啊 不仅福斯特捡了一命 被他放弃的飞机 居然也完成了自救 几乎就在福斯特落地的同时 他也划过了一片被积雪覆盖的漫田 然后稳稳的就停在了当中 全身上下加起来的损伤 也就只有腹部的擦伤而已了 这个怎么可能呢 事后的分析呢 主要是归功于这几点啊 第一 福斯特在弹射之前啊 始终都在尽自己的最大努力拯救飞机 事实上 这的确相当重要 尤其是他最后将飞机设置到了一种 有利于其滑翔的状态 并且还恰好将发动机推到了代数上面 第二 弹射那一瞬间对飞机带来的反重力 以及弹射后飞机减掉的重量和变化的中心 都莫名其妙的就将他的飞行参数呢 调整到了一个完美的数值 让他从平旋当中自己恢复了过来 开始进入滑翔了 第三啊 地面效应也来得恰到好处啊 在F106接近麦田之时呢 麦田和机翼之间产生了良好的互动 阻力减小 胜利增加 导致他漂浮了一段时间之后呢 才产生接触 将损伤进一步的降低啊 你看这中间的每一步都是很可能出现差错的 但这一架F106偏偏就没有啊 堪称奇迹中的奇迹 我想啊 要么是他的求生欲太强 要么呢 就是他觉得自己还没有飞过瘾啊 这不 事后修复完毕 他又重新投入实用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